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你好,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主播,赏心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来自《才华水木君》的 2019,别睡太晚,别爱太满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请在文末留言 也欢迎点击文章右下角的好看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好看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有这样一句对话 人生总是这么痛苦吗? 还是只有当你是小孩的时候是这样的? 回答是,总是这样 也许每个人都会在某个瞬间对人生感到痛苦吧 走过半生,回头看看 我们时常走得太急 时常追求太多 以至于身心疲惫,满是伤痕 《论语》里讲 过犹不急,欲速不达 好的人生,别太用力 因为人生有度,过则为祸 顺其自然,别太用力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忙不择路 去之若鹜 为攀荣求富,为追鸣逐利 记得三毛说过 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 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 多少人,被嫁在世俗的单行道上 走不远,又回不去 有些事,实在办不到 就不要强求,别为难自己 人之所以会烦恼,就是追求的太多 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计较的太过 应尽便虚尽,无负独多虑 不必执着于往事,不必奢求于将来 这一生看似漫长 但其实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光,并不多呀 我们总在羡慕他人的生活 追逐他人所追逐的 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不应该浪费在满足虚荣心上 与其对一些繁杂琐事耿耿于怀 纠结在心 不如看淡,看清,顺其自然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欣赏你生活的浪漫热烈 你也无需质疑我的岁月尽好 顺其自然,做好自己 选择生活而不是 让生活选择你 爱别太满,物极必反 爱情其实就像拔河 我们都想赢得比赛 于是你倾尽全力 最后绳子那端的人想放了手 你一个人摔得,头破血流 如同水满则易,月圆则亏一样 凡事当有度,否则物极必反 爱一个人没有错 但是太在乎一个人 就会慢慢在爱里失去自我 饱受折磨 电影《十二夜》里 陈奕迅和张伯芝扮演了一对情侣 从热恋到分手 最后激情褪去 剩下的就只有疲倦 张伯芝问 为什么你永远都不懂欣赏 我替你做的事呢 陈奕迅说 我没叫你做那么多事呀 为什么你要做那么多事 你为什么总要为我 做那么多事呢 女生倾其所有的付出 最终换来的 却是两人的疲惫 适当在乎一个人 可以让爱变成余生的期待 花看半开 酒饮危醉 不管多喜欢一样东西 不要倾尽所有 好的人生 要学会 适可而止 看淡遗憾 别再纠缠 我们都渴望完美 希望自己的人生 不留遗憾 但不是每一粒种子 都能长成大树 也不是每一朵花 都能结出果实 人的一生 本就不可能尽兴 何必万事 都求个结果 一件事 就算再美好 一旦没有结果 就不要再纠缠 就不要再纠缠 久了 你会累 一个人 就算再留恋 如果你抓不住 就要适时放手 久了 你会心碎 有时放弃 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你错失了 下花绚烂 必将会走进 秋夜静美 没有什么事 什么人 是过不去的 像前任三主题曲里 唱的那样 说不上 恨别纠缠 别装作感叹 将一切都体谅 将一切都原谅 人生不能如意 是十之八九的 已过中年 经历了那么多人事无奈 还有什么不能放下 把更多宝贵的时间 放在朋友和家人身上 去体会人与人之间 最真挚的情感 这不是对生活的妥协 而是你更懂得 爱自己了 生活 其实也没有那么苦 懂得及时行乐 享受当下的快乐 学会及时忘却 忘记那些磨难 带来的苦 人间三千事 淡然一笑间 面对人生种种境遇 顺其自然 不再纠缠 就是 最优雅的人生 好了 亲爱的你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别爱太满 别睡太晚 允点时间给父母 允点时间给自己 我是赏心情 我在美丽的渤海之滨 山东龙口 向您道声晚安 晚安咯 用我的声音 让您安静 而风盈 我在耳环路的里边 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 穿风实力 今天的风 吹下你 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 都不如你 我在 古楼的夜色中 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 沉默 相遇 和期待 飞机飞过 这水马龙 的城市 千里之外 不离开 不离开 感谢观看